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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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可以看到我身後 這一個就是探西橋剛才在那邊拍的 也是攝影 今天來到劍橋這個地方 其實劍橋它是一個城市 我們都說劍橋大學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劍橋大學它是一個城市 它裡面有很多個學院 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獨立的招生部 自己獨立的財政 自己獨立的管理 所以基本上當你叫劍橋大學 它上面有一個統一的管理層 它是不同學院不同管理不同的財產都是分開的 就有點像AA制 劍橋大學就好像AA制 所以這一個我身後的這個 叫St. John's College 或者就是聖約翰學院 其實當你劍橋出名的就是幾個學院 一個是St. John's College 第二個就是國王大學 Kings College還有三一大學 Trinity College 還有Krins College Krins是國王 就是聖約翰學院 這個是聖約翰學院 然後三一學院 國王學院 跟皇后學院 如果沒記錯好像 數學橋就在皇后學院那邊 所以出名為什麼叫三一學院 是因為在聖經裡面 它有一個詞叫三位一體 這是形容 並不是你們今天所看的所謂三體那種 所以三位一體 這個今天不是講神學 但是當時Trinity College 就是為了這個詞去研究聖經的學術 之後才發展出數學 很多其他的學問 所以劍橋大學 當你看的時候 它最早是研究聖經起源的 它出名也是 學者也是因為聖經研究學人 所以這個就是St. John's College 我們走 看到草地花 今年真的很熱 我們走 邊走邊聊 所以大家來觀看劍橋的時候 當然今天我們出名的 還有Kings College 國王學院出名是什麼 是合唱團 每年的應該是復活節時期 每個學院它都有自己的鐵門口 當然學院之間 它有一些小門可以經過的 但是要工作人員才有所持才能打開 不然你要走出外面 繞個路才能進 而這一個就是 約翰學院 約翰學院有個特點 就是它 最古老的好像是山雲學院 如果沒記錯 而牛頓的 不是牛頓 好像是牛頓的那個樹 在山雲學院 就是山雲學院門口 但是那個未必是正的 因為當時牛頓 被蘋果砸到的時候 還沒有出名 今天用的就是電體的麥克風 順便測試一下 然後加上這個結信的三腳架 之前開箱過的 大家應該看過 其實整個用起來很好 可以轉來轉去 很爽 很輕 算是很輕 然後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來過這 St. John's College 就在這邊 今天太陽熱死了 大家進去看 這邊就是花花草草 但是進去的時候 就不能講太大聲 要小聲一點 剛才那一邊就是探溪橋 為什麼叫探溪橋 因為當好像是 我忘記另外一個探溪橋在哪裡 在這裡 不可以 在這裡 還來 喔 我習慣了 平時 真的 有小燈 我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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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